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焦点端达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畅能 新一轮的尾巴战争 随着以色列的疯狂行为导致不断扩大 一发不可收拾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 就痛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说他在加沙问题上犯错 并要求内塔尼亚湖推动停火 又说不认同他的做法 拜登提到4月1日以军袭击美国的慈善组织 世界中央厨房 造成7名人道救援人员死亡 令到他感到非常愤怒 拜登呼吁未来六个星期至八个星期 要容许食物和药物不受限制地进入加沙 西方媒体认为 这是拜登目前以来对内塔尼亚湖最严厉的批评 明显反映拜登已经对内塔尼亚湖失去耐性和信任 但拜登现在的表态已经太迟 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都表示 伊朗未来几天可能会对以色列的军事或政府建筑物发动大规模的导弹 以报复早前以色列空闸伊朗驻敘利亚使馆 造成14人死亡 中东战争很可能因此而爆发 情报人员认为伊朗的报复是迟早的问题 相信未来几天就会发生 伊朗可能会使用精确制的导弹 所以一些西方外交人员 已经应以色列政府的要求准备了撤离计划 以色列也关闭了28个驻外使馆 并开始干扰首都特拉维夫的GPS信号 一旦伊朗攻击以色列 肯定以色列也会再次报复 这样中东战争就很可能会延起 尔巴战争将会扩散到整个中东 目前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多时 再多个中东战场的话 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已经大规模撤出加沙南部 相信是为了准备下一轮的攻势 以及应对伊朗的攻击 但乙军也表明绝对会继续进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因为乙军认为如果不进攻拉法会输了这场战争 美国已经多次表示不同意以色列进攻拉法 因为拉法一旦爆发战斗 就避免不了平民大规模死亡 现在加沙近一半的人口都聚集在拉法 其他主要城市都已经被以色列摧毁 一旦拉法都被攻占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就会面临种族灭绝 英国外相卡梅伦日前也在报章赞文 表示支持以色列有权自我防卫 但英国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 希望以色列可以成为成功的民主政府 会遵守国际人道条例 言下之意就是警告一族已经违反了 人道条例的以色列 英国随时会收回支持 法国总统马克龙 埃及总统塞西 一旦国王阿布图拉二世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 否则会带来危险的后果 他们又东出以色列 立即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停止战争 其实加沙一族已经陷入人道危机 但美西方国家就只眼开只眼闭 根据联合国的估计 加沙由3月至5月 有7成人会面临灾难性的饥荒 现在有加沙的居民开始吃动物的治疗 十方而身 超过8成人仍然流离失所 以巴停火谈判一直在埃及进行 但就毫无进展 最新的消息说 以色列以6个星期停火 以及几百名巴勒斯坦人囚犯 换取释放40名还在生存的以色列人质 但武装组织哈马斯就说 办不到 令人担心是否仍然生存的人质已经很少 但以色列不断进攻底下 普通人要生存已经很困难 更何况是人质呢 哈马斯早前就说以色列一直空袭 根本无法安排运送人质 也因此无法交出人质令到停火无法成事 加沙的情况混乱 甚至可能哈马斯也无法判断有多少人质仍然生存 美西方一直盲目支持以色列 仰出一个不受控的恶魔 即使以色列没有遵守联合国决议 也不想阻止 这个历史性的罪恶 除了内塔尼亚湖政府 美西方国家也要共同承担 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 赞好订阅 以及分享给朋友 同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 和大家焦点断打 拜拜 拜拜